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那个我扯出来的纸板和泡沫全部堆在那 大家看一下那个底盘下面是这样子的 底盘下面怎么会多了一个轮胎呢 我就是没有想明白 你看现在就拿了一个千斤顶过来 要把车子顶起来 下面的轮胎就可以拿出来了 还不行还要升高一点 就走了一会儿回来车子下面就多了这么多东西